再來第四組參賽者 就是你剛剛有講到的 厲害的哦 算是我們的鴨香寶 歡迎他 歡迎 你好 SINY姐好 然後余晨哥好 各位評審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大學的林雨 就是下雨會淋雨的那個淋雨 淋雨 流淋雨 就是讀台大森林環境記 資源學系 而且它的稱號多到一個昏倒 台大男神 台大戰神 台大小太陽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稱號 因為我朋友都比較閒所以 然後 我以前是老師 我敢說 還打手手啊 奏扁 為什麼 戰神是因為常常去 就代表學校出去比賽 然後有時候會有一些 還行的成績這樣 也都是跳舞嗎 對 就是街舞 街舞 有什麼成績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台灣的星光杯冠軍 然後環球杯冠軍 然後防Sida一對一 爬扁冠軍 都是冠軍 對 天啊 而且我覺得觀眾朋友 應該對他是熟悉 因為你有參加 內地的一個節目 這就是街舞 易陽千禧戰隊嘛 對不對 對 你很熟耶 有啊 他算是 應該進10強吧 就是對易陽千禧戰隊的10強 很厲害耶 而且你是 他是周杰倫的忠實粉絲 非常希望能夠跟他一起合作 什麼樣子的合作 他唱歌你跳舞 沒有 我唱歌他跳舞 可以 可以哦 不錯哦 我覺得這個 你不錯 試一下嗎 試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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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下課 等你下課 等我 等你下的時候 給我一首 胸肌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不然我就拉倒黑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待會兒唱歌告白氣球給童童 對,可愛女人 好不好 他如果不喜歡不愛就拉倒 不愛就拉倒 對 胸肌給你靠 OK 好,告訴我東西 現在安靜了 現在安靜 我覺得你之後應該會去 當他的舞蹈員 如果 有機會的話 對啊,有機會的話 你現在那個節目 除非他從此之後都寫慢歌 然後你就都沒有機會了 那就跳盤那樣就拿 好,我們台大戰神 今天要帶來的是 我愛林俊傑倫 原來是喜歡另外一個人 好 而且林俊傑站三個字 林俊傑跟傑倫 林俊傑、傑倫 但傑不一樣嘛 都是 所以都兩個字這樣 來,歡迎 接著滿過真實吵 我也想要一些不太乾淨的嗓好 讓你重生 發覺從我摸不到 我盡量等到電腹 一張機能成效 誰有個尖叫 無聊的面料 誰都倒不掉 聽聲的煩惱 你摸我的笑 始終有牛腰 只是沒隱藏 在地步到沒人的不好 我請你我 我請你我 我你愛人 在不讓我 被我擁 我只是有你叫我 我的我就愛你 愛你我愛你我 你大往這怎麼做 我愛你我 被我擁和你的臉 我就說我 我愛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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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中 你好 借他 想我 比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翠晨,拜託 不要再穿棗紅色的襪子了好不好 為什麼 很丟臉 豬肝紅耶 豬肝紅哪來的啊 很大耶 丟鞋子是不是一種致敬 對 對 琉璃雨,OK 你這樣怎麼可能 只想要當人家的舞蹈員呢 可能就是藝人啊 他現在很喘 我們先不要跟他聊天 那個跳完會有一種 心機快梗塞的感覺 怪死我的嗎 對,主要是POPPING的部分 非常的驚人 對 而且那個很碎的拍子 全部都抓在上面了 對,而且我真的要講一件事情 就我來新人王以來 我從來沒有看 西小瓜 越坐越前面 對 他看其他的表情就是很死 他想把自己藏起來 喂 沒有 他多生氣啊 你想要衝出來或是什麼 沒有啦 因為他真的好猛哦 他整個拍子抓得超準 代表他在音樂聽了大概1000遍以上 就是他們的粉絲嗎 就是他自己已經熟到拍子 哪裡怎麼樣都知道 他整個拍子整個歌詞 整個內心的戲什麼 所有都在他裡面都呈現非常完整 而且我整個評語就沒有寫什麼 就寫 太強了,好喜歡,我愛 但是我要扣他5分 為什麼 因為他只對他做一些愛情 你清楚了 你清楚了 我真的 但他真的很強 雖然他講話的時候訪問非常得到 油嘴滑舌 但是 對,油嘴滑舌 對 但他表演真的是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我問一個問題 你這一段舞蹈 你有自己拍一下影片放上網嗎 有,第二段有被別人拍 我跟你講 你自己拍上網 然後放上IG 然後take傑倫哥 真的嗎 如果大家覺得很屌的時候 他一定會看到 真的 可以耶,可以 我覺得可以 而且他把中文 他把中文歌弄得非常非常的不抬 或者是覺得說 怎麼可以這樣跳 還有在聽歌詞 對,完全的把歌詞跟解派 跟他裡面的旋律都弄得非常的清晰 你有在教課嗎 有 好,待會兒 好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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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阿美老師 我覺得就是非常OK啦 可是當然就是我們就挑毛病 那我覺得毛病就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做的一些東西 就是還是會偏左邊 就是慣性 我們都有慣性 尤其是跳popping這個 或者animation這個 你一定有個慣性動作 譬如說你要滑步 一定會都是右腳 每次都是左邊或是右邊這樣子 那是他的慣性 那當然就是像剛剛 就是我們主持人講的就是 他拍這段影片丟在網路上的話 一定會有訂閱率,一定會有 對 一定,真的 可是有個狀況是 我們每次都會跟學生講說 你學popping或是學什麼東西 學生說你有沒有自己的那個套路 你的套路是什麼 那這個套路有沒有跟誰的重疊在一起 當然是我們現在在看的話 他是很厲害的 就是非常完整的一個表演 可是裡面有某些動作都會覺得說 好像有些東西是 就說free snow大家都在做嘛 那我做的是哪裡不一樣 或是做locking或做scuba 跟他的東西在哪裡不一樣 就是最後是要回到 你的個人風格的問題 對 就是我做的話 就是我的free snow是長這樣子 對 對,我的kinta是這樣子 一定不會跟你double到 我覺得是你接下來的課題 當然就是成績不會低啊 可是我覺得對於跳 很特殊style的人的話 就是我們給你的建議就是 希望你又找出一個就是 我可以記得 就是要淋雨他的特別的絕招是什麼東西 誰跳到那個東西就在學他 就想到的 在卡比卡 對耶 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我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覺得我是目不轉鏡的在看 可是我在挑一個東西是 有哪一個是我記憶得住的一個move 尤其是跳popping 我一定會記得像譬如說 Kai的 我知道看到他的腳 那個瘋狂腿多厲害 如果是kujong的話 他的胸口是多恐怖的 所以這些人 我們都會知道他的一些特定的動作 可是像你的話 我就要去思考 剛剛我記得一件事情 你對北童童做愛心 對 這個是你的點 可是問題是如果說 換成中文歌以外的東西 我們能夠去達到這個標嗎 這是要去思考的 因為你一定想要 月冠軍 季冠軍 一定想往上打上去 那你就要去克服這個難題 好 那他在空中跳起來的那一拍 那個 那個叫 Air pump 或是Air popping 對 那個沒有很常見是不是 沒有那個會常見 從而一座就是 很常見 我們有時候會跳起來是這樣 在空中 空會在不一樣 空正一下 平常大家正是在原地 對 可是你在空中去震它的時候 尤其是音樂 噔 砰 大家就 怎麼可以在上面爆炸 對 所以他剛剛做那個 那個技巧滿好的 而且滿厲害的 對 可惜別人也會 那你就要再想別的套路了 例如說你跳下去 然後不要pop 唱上去很一般的下來 對 他到底有什麼技巧 還滿酷的耶 很厲害的人 對 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大家都以為他要 但他沒有 沒有 你想看還不給你 這個表演方式 就會像是 杜邊姊妹 真的嗎 杜邊姊妹 他就模仿一些 Beyonce的一些動作 我只要把他抬起來 他根本就沒有要把他抬起來 抬起來 就是 怎麼這麼可愛這樣 有趣 可以把它融入在當中 是 彤彤老師 因為我覺得 周杰倫為什麼會這麼紅 是因為他寫的歌都很有畫面 對每個人來說 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 而音樂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是平面的 是2D的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很完美的 把它用3D的 立體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現在我可以用看的 去看這首歌了 謝謝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結合 所以如果真的有機會 我覺得不管是林俊傑看到 周杰倫看到 他們一定都會很謝謝你 把他的作品 詮釋得這麼完美 一定很開心 真的很棒 怎麼辦 好像都挑不出缺點一樣囉 太強了 我們三位老師要準備給分囉 請給分 好 87.5 滿意嗎 這個分數 好像不滿意 滿意 超滿意 你確定 你不要... 你可不可以 就真誠一點啊 不滿意 不滿意 對啊 一個抬大聲 怎麼可能對於87分是滿意的 對,但我覺得他可能有留一首 搞不好 對,我剛剛只用... 所以我剛剛都只用左手 對 下一次左右抬攻是不是 還沒有很好笑 好好笑 好了啦 你已經分數很高了啦 謝謝你 好,來,旁邊就請下 謝謝 謝謝